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还算不错,虽说公婆从不待见我和女儿,但至少许明对我和女儿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就在今年春节,我在婆婆家看到了一对母子,她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今年春节,许明早早回了他妈家,许明是学校老师,一年有两个假期,比较自由。 不仅是春节,还有平时的节假日,许明也必须回妈妈家。 今年为了能早些回娘家,我提前了半天带女儿去了公婆那里。 一进公婆家的客厅,我就直接愣住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跪在地上,向公婆磕头。 我清楚地听到她在叫爷爷奶奶,新年快乐,把大红包给我拿来。 我不认识这个小男孩,坐在许明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们靠得很近,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 我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 我皱了皱眉头,公婆的脸上虽然不自然,但还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吃饭的时候,公婆第一次给女儿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而坐在许明旁边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我想问清楚,但是大家都假装没听见我拐弯抹角的问题。 就这一次,我的心里生了一根刺。 对这个年轻的女人和小男孩有更多的怀疑。 新年过后,公司收到了大量订单。 我父母和我忙于工作,我决定请婆婆过来帮我带几天女儿。 不过,我偷偷装了个摄像头。 我不觉得我婆婆有多坏,但是我不能相信她。 婆婆住下的第二天,两位客人来到了我家。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 那是春节时,那个溜走的女人和给他们磕头的男孩。 婆婆一看到小男孩,立刻抱住她亲了亲,甚至比孙女还亲。 那个男孩子横行霸道地抢我女儿的玩具。 我女儿不给。 她就直接扇了她一巴掌,吼道,这是我爸买的,不是给你瞒的。 她父亲? 我家里怎么会有她爸爸? 那种可怕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 我立刻冲回家,但是那个女人和男孩已经走了。 只有女儿坐在推车里,手里拿着玩具,用充满委屈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婆婆在厨房里摘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当我回来的时候,她还在微笑,今天回来这么早,你想吃什么? 我去坐。 我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质问她,那个女人和那个小男孩是怎么回事? 但关键时刻,理智瞬间回归。 就像作声一样,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我抱起女儿,靠在她身上深呼吸。 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妈说,今晚要我和女儿去她那吃饭。 直到我上车,女儿突然紧紧地抱住我,骂得一声哭了。 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心里满是悲伤。 我拍拍她的背,心里暗暗发誓。 宝贝,你受了委屈,妈妈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很快,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玲玲约好了。 我让她帮我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 刘玲玲毕业后,开了婚介所,在城市里人脉很广。 听了我的事情之后,她立刻严肃起来,伸出手,照片。 我没有照片,只有视频。 三天,我给你结果。 三天后,刘玲玲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牛皮纸袋。 我试着打开它,但她马上按住了它。 她眼睛盯着我,你准备好了吗? 我深呼吸,打开纸袋。 虽然我心里有些预感,但是事实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惊呆了。 男孩的名字叫许静兴,那个有点洋气的女人是她的妈妈。 这孩子出生证的父亲栏名字是许明,而且还有着一张他们三口之家的照片。 照片中的许明笑得很灿烂,和家里老是用平板玩游戏的男人完全不一样。 但他是我老公,许明。 这个男人,肆无忌惮地在外面找女人,生了孩子,要不是春节,我撞见了那精彩的一幕, 婆婆大张旗鼓地把小三和小男孩带回家。 我怕我还会被一些人蒙在鼓里。 忍着眼泪,眨眨眼睛,我好久都没说话。 手握紧拳头,指甲刺如肉里,差点掐出血来。 你打算怎么办? 刘玲玲为我制定了几十个复仇计划。 他还说如果不解恨,就找几个哥们教训教训这个渣男。 的确,我希望他现在能死。 可我也明白,离婚对我没多大好处。 而且,他家这些年的所有开销大部分都是我承担的。 如果离婚了,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用肉包打狗,没有回报。 我不在乎钱,但吃哑巴亏从来不是我的风格。 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偿还我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正。 我看着刘玲玲,我要你这样做。 我告诉她我的复仇计划。 我想拿回我所有的资产。 让这个家里恶心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的第一步是瓦解家庭。 先从许明的弟弟许刘玲开始。 我让刘玲玲帮小叔子许刘玲介绍对象。 刘玲玲在介绍人的时候真的很得心应手。 第二天,就带来了一个时尚漂亮的女孩。 她的名字是小宁。 而小叔子许刘玲已经是盛装打扮了。 小宁举止得体。 谈吐得体性格温和。 小叔子一眼就爱上了小宁。 回到家,她兴奋地搓着手,婆婆也跟着高兴。 我关掉手机,看向刘玲玲。 这个女孩。 我有点担心,希望不要伤害她。 伤害她? 刘玲玲眉眼忍不住笑了。 我们一起光着身子长大,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吗? 我选的人你不放心。 谁跟你一起光着身子长大的,滚出去。 我笑着送走了刘玲玲。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禁笑了,非常期待。 由于小宁的家境很好,小叔子不能在她面前丢面子。 于是开始找婆婆要钱。 而婆婆就开始拐弯抹角地向我要钱。 她认为和以前一样。 随便问问,我就高兴地把钱拿出来。 而这一次我全当没看见没听见,出去打电话了。 我在外面走了一会儿。 然后打开了摄像头,家里已经出现了很精彩的场景。 婆婆指着许名大骂。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 要不是你弟机灵,那女人早就发现了。 你还能过这么好的生活吗? 你在你弟身上花些钱怎么了? 这个女人有的是钱,你怎么能不拿出来呢? 我觉得你是不想,你觉得我们在拖累你,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许名面对婆婆的恶意指责,她也有点焦虑。 要不是你孙子,我会左右为难吗? 你到底给不给? 婆婆跳起来打许名。 全家人,鸡毛遍地,令人作呕。 小宁是刘玲玲的最佳助手。 当然,她所有的真金白银和服装品牌都是婚戒所的道具。 我看到小宁和许刘元说话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涩,但是电话一放,脸上就充满了不屑。 而对于许刘元而言,她认为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然,许刘元付出的成本已很大。 在小宁有意无意地建议下,她开了好几个网贷平台。 在紧急联系人的地方,她输入了许名的手机号码。 毕竟,只有亲戚才有更大的机会通过审核。 接,接下来怎么办? 刘玲玲向我走来,脸上带着微笑,许刘元向小宁求婚了。 这已经够快了。 接下来,婆婆应该出面了。 毕竟,房子对于结婚这种大事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帮婆家承担了很多费用。 我婆婆曾经提过,她想在城里买房。 她当时说得很好,说不要太大,到时候她白天来帮我们照顾孩子,晚上回去住。 这不会影响我们夫妇的生活。 我当时也把这件事提上了日程。 但是我妈妈不同意,几百万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 因为这个原因,我婆婆经常偷偷责怪我妈。 现在既然许刘元已经求婚,婆婆肯定会提买房的事。 果然,她没胆直接告诉我,而是让许明先通知我。 没钱。 我冷冷地说了两个字。 许明转一转眼珠,盯着我,现在公司的订单那么多,就几百万拿不出来。 就几百万? 我一遇到,许老师,你说的话这么容易,你为什么不出呢? 那是你弟弟,不然还有谁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挡刀。 许明脸色突然变了,拿起手机又开始玩游戏。 许明让我感到惊讶。 她怎么知道公司的订单在增加? 她还知道什么? 加班回家。 婆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两岁的女儿站在旁边看着。 我回来后,婆婆马上把吃剩的苹果塞到女儿手里。 你回来得正好。 我已经和中介说好了,赶紧把房子卖了。 你弟弟要结婚了,他需要钱买房子。 我扔掉了女儿手里的苹果。 看看房子,看了看完游戏的许明,冷笑,好。 我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满脸抑制不住地高兴。 但是我脸上接着又说,妈,这房子是我和许明的名字。 我同意卖了,就怕你儿子不同意。 她怎么敢? 婆婆瞪了许明,如果她有孩子,就突然停下来,惊慌地看着我。 我茫然地抬起头说,妈妈,怎么了? 没事的,没事的。 婆婆说了几句,赶紧跑了。 我决定把房子低价卖给刘玲玲。 当然。 她没有站出来,但是她的哥哥和嫂子站出来了。 但当我打电话到房管所让许明签字时,她冷冷地说,我不同意。 许明也狠地眼神盯着我。 即使我尽力控制自己,但是也会感到有点紧张。 她知道我的计划了。 当我选择嫁给许明的时候,刘玲玲就劝我,说这个人可怕又忧郁,你怎么会跟她在一起? 该不是凤子成婚的婚姻吧? 在我看来,刘玲玲说的男人眼中的忧郁是一个男人稳重的标志。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后悔。 我发现,即使我在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在许明面前还是太不成熟了。 幸好刘玲玲的大哥打来电话,我故意把扬声器打开。 大哥在那边愤怒地喊道,余莉莉,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想卖房子? 我们付了定金。 现在房屋委员会一上午都在等你。 你想放我们鸽子吗? 我告诉你,如果你反悔,我们就起诉你。 这也是我提前告诉刘玲玲的。 如果我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告诉他大哥给我打电话,我看着许明的眼睛。 他那可恶的脸出现在我眼前,仇恨掩盖了我的恐慌。 许明,你想要干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提高了声音,我父母付了这个房子的钱。 为了给你弟买房子,我赔钱卖了。 我想要什么? 是你们自己不同意对方的说法。 你不同意? 你的妈妈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之后,我拨通了婆婆的电话,你大儿子不同意卖房。 随后,我把门烹得关上。 婆婆和许刘玲来到我家门口。 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着视频里的闹剧。 还挺真实的。 我告诉你,许明,如果我不能结婚,你就不能好好生活。 许刘玲和许明对峙着。 婆婆急地拍着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骂许明没良心。 我告诉你,如果你弟弟不能结婚,我就把你的事都给你说出去。 我去你们学校告诉你们校长,你家有一个老婆,外面还有一个小老婆。 她脸色铁青,抓到许刘玲,就把她扔出去,瞪着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这样伤害我? 我婆婆有点胆小,不敢说话。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在谈卖房子的事,许明盯着她的眼睛,好像要吃了她的妈,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你不能再从我这里拿一分钱了。 相信和尽心,闭嘴。 许明咆哮道,你现在最好安静地生活,别烦我,否则,对我不好。 我也绝不会让你开心,只见许明坐在沙发上,盯着镜头。 我的心震惊了。 许明的聪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有一种危险即将来临的感觉。 然后就平静了下来,许明并没有什么动作。 假期我甚至不回妈妈家,而是和我女儿待在一起。 她越是这样,我越觉得这是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猜不出她在想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唯一知道的是,她从来不想和我一起变老。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而我,现在,一点底都没有。 公司又接了一笔大生意,但是甲方要求很严格, 让我拿出一个只赚钱不亏损的方案。 许明时不时抱着孩子走过来,蹲在我身边, 轻声对孩子说,亲爱的宝贝。 看你的妈多忙,亲亲,我们回房间吧。 我对女儿只有无限的爱。 况且工作太忙,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分担。 即使是渣男,我也要好好利用她。 我真的很忙,暂时没时间报复许明。 就在我教计划的时候,甲方改变主意了, 吹毛求疵。 最后,我花了很多钱在这里买新闻。 竞争对手之前,向我提交了类似的方案, 报价却比我们少。 面对这种情况我有点不知所措。 公司里有内奸,父亲非常生气,想找出内奸。 要知道失去这个订单,我们至少会损失一百万利润。 公司所有人都慌了,特别是我的助手小欣。 急忙找我,利姐,你要相信我。 我想相信你,可我要怎么相信你? 这个计划只有你和我可以看到。 利姐,小心急地哭了,利姐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你,我想了想。 摇了摇头,我真的不能再相信了。 利姐,我真的没有。 小心还在哭,我完全不懂你的计划。 的确,这个方案的技术术语太多了。 连我一个理科生都特别难做。 突然心里咯噔一下,理科生。 许明也是理科生。 大学里的高材生现在也在教科学。 想到这几天她的反常,我心里有了答案。 不知道许明从这个订单里赚了多少钱。 现在终于知道她是怎么养想老婆和私生子了。 很好,非常好。 我一定让你吃了再吐出来。 半个月后,许明带着于青和一拳一拐的腿回来了。 我假装关心她,问她怎么了。 没事,摔倒了。 她走进浴室。 其实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做了个假计划。 我以为许明会找老王和老李,没想到她会找黎胖子。 黎胖子是臭名昭著的流亡行当的。 竞争是无耻的,也是无情的。 这个计划不仅让黎胖子一分没赚到,还把之前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黎胖子对许明自然讨厌起来了。 而且我在这里成功拿下了一百多万的订单,这让黎胖子更生气了。 黎胖子直接在校门口读许明,还对她拳打脚踢。 黎胖子还逼着许明写下借条,让她承担五十万的赔偿金。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黎胖子拿着欠条来找我。 你男人欠的钱,也就是你欠的钱。 黎胖子满脸傲慢,你一天不给这钱,你男人一天都没有好日子过。 随便了。 我打电话给保安,谁欠你钱,你找谁。 你怎么对付它是你的问题? 黎胖子脸黑了。 至于许明有没有钱交,黎胖子会怎么处理她? 我就不考虑了。 黎胖子这个人不会吃亏。 他肯定会让许明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现在只想快点解决和许明的关系。 小宁奉刘玲玲玲之命,一个月内不买房,就跟许刘玲分手。 当然小宁也给许刘玲留了准备的时间。 哪怕只是首付,只要有房子,我嫁给你就放心了。 这么合理的说法,让许刘玲无话可说。 而且,两个人相识之后,许刘玲花的钱就像流水一样。 据我粗略估计,许刘玲欠网贷至少十万元。 如果他不结婚,他将一无所获。 他和婆婆又找了许明,提出要卖掉我们的房子,给他买房子结婚。 无理取呢? 许明最近被离胖子逼到精神崩溃。 无心理会许刘玲,直接把他踢出去。 你不要后悔。 许刘玲大吼一声,冲出家门。 婆婆坐在地上还在哭好。 许明竟然直接拉起他的妈,死命地推门出去。 电话在响,现在是许明给我打电话了。 第一句话是,老婆,你现在在哪里? 我弟结婚的时候急需用钱。 我们先把房子卖了,然后我付首付,买个大点的。 更大?你有钱吗? 有钱就不会被离胖子逼得走投无路。 他现在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卖房子是我的计划,我当然不会反对。 因为我赚钱的时候,钱都打在我妈账户上, 所以许明查不出来。 许明明下的两套房子,哪一套会转让? 两套?即使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还是惊呆了很久。 我们明明只有一套房子,怎么能再多一套呢? 而且还是许明的名字。 有错吗? 是两套。 电源很耐心,一套是万月社区余利利的。 另一套许明独立拥有宾和花城。 宾和花城虽然在郊区, 但是房价甚至比我们住的地方还高。 我突然醒悟了。 他靠卖我们公司的精力赚钱。 这所房子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 但现在不是撕拓脸皮的时候, 我还需要他的签名。 否则,即使房子离婚了, 我的财产也还是会分他一半。 重要的是转账签名。 许明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 我只想快点卖掉房子, 拿走我的财产。 钱被转到了我妈妈的账户上。 当然,买房的钱是我让刘玲玲暂时过度的钱。 我和渣男许明立婚后会全额退还购房款。 现在房子交易只是为了保住我的一份财产。 毕竟是父母的血汗钱。 千万不能让这些疯子拿走半分钱。 我必须捍卫我的尊严和财产。 只要住房问题解决了, 就不会有其他的烦恼。 交易完成后, 离开大厅前, 许明拉着我, 亲爱的, 我们现在去看房好了。 公司还有点事, 你先走吧, 你不是说是来交首付的吗? 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我出去上了公共汽车, 量长而去。 许明的电话一直在打给我, 我只会把他拉黑, 我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了。 另外, 我还要收集证据, 把许明告上法庭。 但前提是我要先跟他离婚, 不然我女儿后半生都会被耽误。 我打电话给公司律师, 请他来谈谈。 毕竟他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 在律师到达之前, 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 许刘元红着眼睛冲我喊, 嫂子, 你是什么意思? 你答应卖房子, 给我买房子。 你现在不接电话, 也不把钱拿出来。 你什么意思?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许刘元, 你想要什么? 我告诉你, 不要胡来。 许刘元尖叫道, 我警告你, 别再捉弄我了。 他举起椅子, 砸在了我的桌子上。 我的电脑闪出火花, 砰的一声爆炸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我虽然不怕死, 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儿会怎么样? 真的, 我还没和许明离婚,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她会是最大的赢家。 保安冲了进来, 四个保安用力将许刘元按在地上。 保安看着我, 脸上流着汗, 余总, 很抱歉吓到你了。 你还好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暗自庆幸自己, 听了妈妈的话没有回家, 而是躲在公司里。 如果在家相信我, 会很惨。 余总, 怎么对付她? 送到警察局, 只见保安队长偷偷把许刘元的脸按在地上。 我心里笑着, 但还是说, 不, 让她走吧。 毕竟她是我老公的弟弟。 保安放开许刘元, 却没有离开半步, 还盯着她看。 许刘元不傻, 马上恳求我, 嫂子, 我终于有女朋友了, 请你帮帮我吧。 我保证我以后赚钱了会还给你。 以后, 如果不离婚, 我怕我以后还会成为摇钱树。 许刘元, 如果这房子是你哥出钱买的, 你可以拿走, 我没有意义。 但这房子是我家出钱买的。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因为你是许明的弟弟。 嫂子, 她还在恳求。 好吧, 你是许明的弟弟。 也叫我一声嫂子。 冷笑起来, 我可以帮你。 等你哥哥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 我愿意付这笔钱。 现在你哥哥在花城河边买了一套房子, 花了几百万。 在这个时候, 她宁愿卖掉我们共同的房子, 也不愿碰半块她自己房子的砖。 她有没有想过还有你这个弟弟? 许刘元的脸仗得通红。 你说, 你哥哥不愿意付这笔钱。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 你强迫我拿这笔钱, 合适吗? 许刘元已经走了。 我看得出她充满了愤怒。 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和方律师 谈财产分割的问题。 在方律师的指导下, 我起草了离婚协议, 保留了所有证据。 我有预感, 这个时候她家里有一出好戏。 这一天的事情太多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该下班了。 今天许刘元事件后, 我不能回家了, 我要回我妈妈家住几天。 就在公司楼下, 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发疯似的冲了进来。 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我儿子。 她出事了, 静心她出事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认出是年轻的小三。 我立即示意保安过来, 把她赶走。 这个肮脏的女人, 别弄脏我。 但她紧紧抱住我, 拼命磕头, 声音嘶哑。 我也恨她, 但毕竟我没有许明那么残忍。 你走吧, 我就不了你, 只有你孩子的父亲才能救她。 没用, 没用, 只有你, 许刘元只听你的。 最后, 在她的要求下, 两个保安陪着我, 开车送她去了冰河花城。 保安在门口, 我跟着那个女人建了房子。 这房子比我家大很多, 装修极其豪华。 问哼一声, 客厅里, 许明正跪在地上, 而许刘元坐在沙发上, 抱着许进兴。 一开始我不明白, 女人也跪在地上, 二哥, 我求求你, 孩子是无辜的, 请你放过他。 你大嫂我已经请来了。 这是我才看到许刘元正拿着水果刀 在小南海许进兴的腰间。 这孩子哭得都失声了。 许明不停拍弟弟马屁, 求着他放孩子走。 这房子是给你的, 真的是给你的, 放开进兴, 他是你侄子。 既然你替我想好了, 你为什么不搬走? 许刘元问许明, 我们马上搬出去, 这房子真的是给你的。 晚了, 许刘元说, 我不要房子, 我要五十万, 马上给我。 许明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还想让我买单吗? 我有点怀疑许明的脑神经不正常, 但是呢? 等等。 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 他们是故意为我表演的吗? 毕竟他们是兄弟, 况且许刘元离开我公司已经四五个小时了, 这出戏不可能是刚开始,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我转身要走, 但我感到身后一阵冷风, 一声条件反射的叫声传了出来, 王队长, 我进来时故意没锁门, 王队长一脚把门踢开, 另一个保安踹了许明一脚, 保护了我,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无话可说了, 法庭上见他, 可恶, 都是因为你。 许明擦了擦嘴角的血, 骂了许刘元, 你太失败了, 快放我儿子走。 许刘元盯着许明, 突然举起刀, 在尖叫声中, 许明捂着腹部倒在血泊中, 而许静兴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在沙发下, 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很快。 许刘元盯故意伤害被逮捕, 他用那把刀捅了许明, 胃酸腐蚀了内脏, 会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手术等着他, 上帝是公平的, 他的罪虽不至于去死, 但活着远比死更痛苦, 但是在婚姻不稳定的家庭里, 年幼的孩子又怎么能逃脱父母的伤害呢? 现实生活的摧残让我的心隐隐作痛, 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是谁? 我婚姻的失败, 他们父子的悲惨命运, 还有婆家, 不都是生活给的痛苦吗? 既然已经相遇, 就要勇敢面对, 你犯下的错误也应该由你自己承担, 即使是痛苦和绝望的, 但毕竟, 无论是谁犯了罪, 都应该赎罪, 冰和花城的房子卖了, 即使房子没有我的名字, 但是这钱是夫妻关系期间获得的, 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出于人道主义, 我也没有要这笔钱, 全部用于负责二人的医药费, 这是我最大的善意, 其他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 我不是圣女, 我不能照顾这个世界, 所以, 以后他们所有的苦日子, 我自然不会再付出一分钱, 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作为无过错方, 法院依法判决离婚, 我也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离胖子每天跑到许明妈妈家要债, 还在村里发传单, 说许明是道德败坏的大骗子, 两个儿子, 一个被捕, 一个重伤, 即将被抓, 唯一的孙子也成了残疾人, 母亲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彻底崩溃了, 每天跑出去抱别人的孩子, 被村民打了无数次后, 她丈夫终于把她锁在家里, 就像在监狱一样, 许明的小老婆, 失去了儿子, 也默默地消失了,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哪里会有什么好下场, 无非是寻找下一个许明, 被生活再次教会如何做人, 不要做狗, 生育工具或男人的玩物,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这些渣男, 恶心的人, 报应迟早会来, 只是时间而已, 我卖了房子, 这次我真的卖了, 打扫房子的时候, 翻出一份保险单, 许明意外险, 保额高达一百万, 受益人是我, 余利利, 我犹豫了一下, 果断地点燃了打火机, 燃烧的火焰在我眼前舞动, 仿佛在警告着我, 在这个世界里, 做人不能太贪心, 真的会害了, 别人也会害了自己。